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而且印度还派了多艘的军舰潜艇来到南海访问东南亚的国家 同时声称要会在今年强化和东南亚各国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 另外我们看到解放军军演频繁 除了在上周封岛军演之外 本周解放军东部战区南部战区也都会开始新的实弹演续 其中东部战区将会在东海的宁波象山沿海进行封闭式的实弹射击 而且这次的演习时间持续差不多有三周的时间 主要就是练台海南海军事响应能力 战备装备的准备状态升级 还有就是泰国也准备恢复购买中国的大陆解放军的潜艇订单 我们都会来相关的关注 同时美国也有情报说 开启了制定星球大战2.0的计划 将会要把卫星还有洲际导弹覆盖到全球无死角的范围当中 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竞争也将会拉开帷幕 那朝鲜方面也表示要更多更大量的投入到 研发洲际导弹的核武器当中 同时我们要来关注中国节目在的演习当中 首次出现了人工智能机器狗 所谓的背枪带弹的战斗机械狗 节目当中都会有最新的分析 首先来看全球的军情谍报 根据印度时报所披露的情资 印度海军本月派行了多艘军舰驶向南海 陆续访问了多个东南亚的国家 并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的相关分析报道 东南亚的国家都较为积极地欢迎印度来访 印度资局主要是针对中国 印度海军高层在先前表示 导弹驱逐舰德里号 优料补给舰夏克提号 和反潜巡逻舰吉尔丹号 在本月初抵达了新加坡进行交流 随后吉尔丹号在上周实力的越南金兰湾 与越南海军进行交流 并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同时德里号和夏克提号 也抵达了马来西亚参加海上演习 同样在5月初 德国也派遣了两艘军舰 在穿越南海进入印太地区行情 新的理智库海事政策计划研究院表示 印度和德国海军 很可能在今年底 或者明年常态部署在远东地区 此一战略与印度过去10年的 东近战略相符 印度还将扩大与美日澳 菲律宾等国家的军事合作 甚至达成相关的军售合约 据了解 印度改采东近策略多年来 与东南亚的关系有所改善 印度2022年与菲律宾签署了 由印度制造反舰巡逸飞弹的协议后 更标志着印度与东南亚 加强战略防御合作的重大转变 然而 印度军事分析中心也指出 印度海军资源有限 战略利益主要集中在印度洋 单独在南海对抗中国 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根据军情观察室所掌握的情资 印度在今年以来 扩大了在东南亚国家的存在感 尤其是军事影响力 印度拟拉拢东南亚各国 形成军事战略联盟 不仅要在印太地区正对中国 同时也要积极地宣传 和售卖印度的国产军备 例如印度烈火系列导弹 和印度国产的光辉战机 等海外的订单 目前看来 印度在东南亚地区 扮演的军事角色 以制衡中国 但这种军事姿态 很可能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 一旦印度越过界限 就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对抗 根据印度论坛报所披露的情资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印度将很快开始建造第三艘航母 并不会就此止步 印度海军的这一计划 航母雄心引起了 印度和海外各界的热议 计划建造六艘航母甚至更多 报道称 辛格在接受采访时宣布 印度正准备开始建造第三艘航母 它的吨位于印度海军 现役的4.5万吨级的 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相当 此外 印度海军现役的航母 还包括从俄罗斯引进的超日王号 辛格明确表达了 超越三艘航母的雄心 还表示 我们不会就此止步 我们将再建造第五第六艘甚至更多 辛格的说法 揭持了印度加强海军能力的 长期战略 特别是在建造更多的航母方面 去年 也就是2023年初 印度议会国防常设委员会建议 印度海军硬装备第三艘航母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 航母的航程和部署的灵活性 远优于在偏远的岛屿地区 建设军用机场 至于辛格为何会突然宣布 建造航母的新计划 印度媒体普遍将 与最近中国海军第三艘航母 福建舰的海誓联系在一起 论坛报称 印度的雄心与中国扩大航母编程的计划 不谋而合 中国目前拥有两艘战机 采用华越式飞起的航母 辽宁舰和山东舰 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已经完成了首次海誓 它的最大特点是采用电磁弹射器 与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的配置相当 指机能够起飞 有效再和更大的舰载机 而且弹射间隔也更多 印度媒体尤其强调说 福建舰的排水量超过了8万吨 比英国 法国 印度和日本等 其他国家建造的航母更大 显示了中国海军的最新实力 除了印度和中国之外 其他多个亚洲国家 也在通过引擎航母来增加其海上军力 例如日本已将出名级的直升机航母 改装成能搭载F35B的 引擎战斗机的轻型航母 韩国也制定了到2030年 获得轻型航母的计划 印度海军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的航母 印度海军高层层披露 航母具有通过确保连续和醒目的军事存在 改变区域沿海的心理平衡的决定性能力 从而将使对抗的成本效益计算 变得更加复杂 根据印度的海洋战略设想 向西的威胁主要是巴基斯坦 向东可以控制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航线 包括向太平洋海域延伸的宏断 为此 印度一直设想在东西两个大方向 各部署一艘航母 同时还需要一艘航母用于轮换修 这也意味着 印度海军至少需要三艘航母 印度海军称 未来要以航空母舰为基础 构建舰队的兵力 至少需要三个航母战斗群 才能在印度洋地区 扮演海洋安全提供者的角色 但根据军厅观察室所掌控的行资 印度航母计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专家表示 印度海军想要获得更多航母 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自身技术储备不足 现役两艘航母超日王号和维克兰特号的坎坷无意经历 足以证明缺乏技术积累对印度海军的影响 维克兰特号航母号称是印度的国产航母 但它大量采用了国外的设备 包括美国提供的燃气轮机和阻拦锁 俄罗斯的米格29K的舰载战斗机 未来还将替换为法国的阵风M舰载战斗机 防空导弹和雷达则来自以色列 这也意味着 如果国外中段相关技术的支持 将严重影响印度航母的战备能力 印度海军参谋长此前明确表示 核无冲突的经验表明 印度想要满足自身的安全需要 不能依赖任何人必须靠自己 印度海军曾于前年2022年中断了规划中的 维莎尔号大型国产航母的建造计划 根据印度媒体此前披露的信息 作为维克兰特号的后续型号 维莎尔号采用了弹射起飞的飞行模式 排水量为6.5万吨 可容纳更多的战机 并使用核动力作为动力系统 但鉴于印度海军在相关技术领域的严重欠缺 印度仍需要就此大量求助外国的继续支持 据称美国和印度曾就引进电子弹射装备 E-2预警机和F-35C战斗机等进行过谈判 但印度最终表示 暂时搁置了建造这种超级航母的计划 印度自治杂志称 除了航母本身的建造难度外 印度海军还缺乏了配套的护航舰艇 通常航母战斗群的护卫舰艇一般由攻击型核潜艇 多艘护卫舰和驱逐舰以及一艘国际舰组成 目前印度海军的这些护卫舰艇的性能和数量都远远不足 而如果要建造五六艘潜艇 需要额外建造大量的护卫舰艇和基础设施 这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 因此 印度海军建造更多航母的计划 也面临着其他军种的反对 印度空军就明确反对建造第三艘航母的强法 认为岸上的空军基地可以更有效地提供空中支援 根据台湾联合跑的情资披露 中印边境军事对峙迈入第四年 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军方为强化边界的驻守战车的操作性能力 维护能力 已在达拉克东部兴建了两座高海拔的坦克维修装置 其中一座坦克维修设施位于陶贝奥迪 另一座未指名地点 但仅称距离中印边境大于25公里 2020年5月 印度和中国士兵因巡逻争议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多起零星的摩擦事件 同年6月在加万谷乘突升级 导致中印双方都有人缘伤亡 此后双方在边界部署了重兵对峙 根据今日印度的报道 印方目前在达拉克地区部署了近500辆韩克 之前战车每逢重大维修都需要开回平地的维修厂 而且距离较远 这个过程是一大挑战 因为达拉克位于喜马拉雅山区 地势介于海瓦2800公尺至4500公尺之间 这两座新舰的坦克维修设施 提高了印度军方坦克与装甲车的有效性和维护性 而印度此举可能在酝酿的夏末和初秋的边境军事计划 根据中国大陆军方公布的情资 解放军海军某潜艇支队日前组织了多型号的新型潜艇 潜伏南海摩海域 开展了全科目的考核 包括潜伏及悬艇等一系列的战术动作 根据解放军公布的演习画面可见 解放军海军模拟在南海摩海域发现了敌舰 于是拉向战斗警报 支队成员潜艇内发出了各项指令 本次演练旨在锤炼潜艇支队 提出南海一线的应急环境处理能力 以及快速响应的战术动作搭配能力 增强在形势异常复杂严峻条件下的战斗意志 根据中国大陆解放军报所披露的情字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全科目考核的 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练攻防对抗 部队模拟战斗环境潜艇刚抵达任务海域 便遭遇敌舰的联合封锁 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他们凭借海域水温环境成功隐秘行踪 舰艇指挥官精准地选择了航路 引导潜艇突破封锁区 杀出重围后 潜艇迅速锁定盟水面舰艇作为攻击目标 指挥员刚准备下达攻击命令 倒掉组有临时穿插指控网络 伏击故障等特情 舰艇指挥官随即启用了备份方案 艇员密切配合沉着应对成功处置了特情 此次训练以背靠背对抗方式展开 各舰艇全程自动搜索 自主决定自主攻击 从潜机的对抗到潜艇的对抗 官兵先后完成了远程机动 射服打击 区域游猎攻防突破等科目的训练 在临场状态下的练指挥练协同练多战法 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同时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某部队 也进行了快速搭建医疗帐篷 布置救援的器械 加着伪装的网 对医疗救护现场进行消杀 并派出警戒人员实施警戒的演习演练 此次火线救援的训练科目 他们聚焦战场搜救 运转伤员 重伤手术救治等科目 通过构建近似实战的环境 和复杂多变的特情 锤炼官兵战时的后勤保障能力 训练结束 官兵随即展开了复盘研讨 针对训练当中出现的问题 诸一研究解决对策 下一步 他们将瞄准短板弱项精准发力 进一步提升部队的 未勤保障水平 在另一训练战场 解放军情资分析侦察部队 也展开了多层次 立体维度的实战化电子战训练 强化电子战部队 对不同信号和通讯源头的打击能力 通过编程计算机 以及电磁干扰的方式 进行电子战作战配合 多部门迅速响应 夺取战场电子通讯的主战位 未来实战中将与其他兵种协作 确保通讯和电子装置的万无一失 同时干扰和平地敌方的电子系统 把握战场的最佳干扰时机 打破岗位专业与建制限制 按照战斗的任务 进行合理的编组 促进多种专业战斗效能的末端聚合 以满足不同作战任务的需求 在此基础之上 为强化官兵协作配合的意志 解放军各电子战部队 还制定了严格的编组灰程 综合考量任务目标 规模和环境等因素 及时调整编组结构 最大限度实现作战要素的密切协同 多种力量的综合使用 和各武器平台的优势互动 目前多个作战编组 已通过了互对制定了 全新的实操考核 并在体系练兵实践中 围绕多类型的环境条件 多种作战样式极致攻关 取得一批战法战训的成功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所披露的情资 五角大楼线正紧急地扩大 应对太空战役的能力 打造俗称星战计划二的 战略防御计划 以获取新一代陆基太空设备 保护卫星网络免遭攻击 并在并要使能打乱 瘫痪敌方载轨航天器的 包括卫星的能力 美国相信 中国俄罗斯在太空作战方面的 快速发展 以对他们的地面部队 和其他军事目标 乃至载轨卫星 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根据香港星岛日报的分析称 虽然美国扩大了太空战略的细节 仍属于高度机密 但国防部官员们坦诚 随着太空日益成为战场 这一举措反映了 军事行动而重大转变 五角大楼的官员 近期于一系列的访谈声明里透露说 美国将不再只仰仗于军事卫星 从事通讯导航 追踪 锁定地面的威胁 虽然这些工具 使五角大楼过去数十年 在冲突中获得了重大的优势 国防部存在寻求 获取新一代陆机和太空设备 根据五角大楼 现实的太空军事战略 扩大了多项的攻击能力 这与前总统里根在1980年代 提出但从未实现的 先制性战略防卫计划 俗称星球大战计划具有意 例如当年的星战计划 聚焦于用人造卫星 保护美国免遭受核武器的威胁 五角大楼官员和国家情报高级官员 在最近一份非机密的评估报告中称 俄罗斯和中国已测试或部署了 可破坏美国太空设备的 陆机高能激光 反卫星制导 以及机动卫星系统 此外 旅有报道指 俄国可能正在开发一种 太空核武器 可广泛摧毁商用和军用的载毁卫星 美方十分关切 五角大楼官员认为 俄罗斯在俄乌战事期间 使用的电子干扰工具 不失破坏美国的先进武器系统 是美方需加强太空防御的影响原因 长期以来 美国也一直拥有 能够干扰无线电信号的第七系统 从而破坏敌方使其卫星通讯的能力 美国已经采取措施 使这些系统更现代化 但根据新的方针 五角大楼正着手 承担一项更雄心勃勃的任务 广泛地抑制敌方载毁卫星上的威胁 通过有效抑制敌方太空能力 实现太空优势 这是五角大楼近期更新的作战理论 对这一战术的描述 前太空上校最近起草的一份报告 列举了三个可能是敌方卫星网络 瘫痪的例子 网络攻击 陆基或天机激光 高功率微波 据美方国防新闻网站所披露的情资 美国太空军正在转向 由大量小群的卫星 而不是少量大型先进的卫星 组成的轨道网络 这些数量激增的卫星群 为太空部队部署带来了优势 但也提出了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今年4月 美国太空发展局发布了一份 关于下一代4.0版光通信 终端标准的信息证求书 按照这套最新的标准 太空发展局希望借助技术进入 允许在与之前系统的尺寸 重量 功率和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实现更高的带宽 另一份被公开的报告提为 星联卫星在中国领土 及周边空间域的影响分析 刊登在一份有关太空 航天器工程的中国契站上 报告指出 星联卫星可被用来协助美军行动 它的作战能力在乌克兰战场会充分体现 中国在应对星联时 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针对热点地区开展区域行动的人 必须关注星联的空间区域影响 报告发现 星联服务器涵盖了两岸及周边的海域 90%以上 无卫星通讯的最长 无覆盖时间已缩短至40秒 台湾到主要城市台北和台南 上空的卫星数量相对较少 对星联服务能力采取的措施并不困难 根据日本共通社的分析 中国已指示解放军推动外太空系统的建设 加强网络防御 并考虑建立自己的星联红路 解放军的一个研究小组 模拟了干扰星联卫星通讯的操作 解放军于今年4月成立了讯息支援部队 负责网络信息系统的协调开发与应用 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好 我们来看 美国这个星球大致2.0的计划已经曝光了 大陆学者有分析 在台海星联效能 虽然一般有约40秒的星号中断区间 但仍然发挥着针尖导引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本次也请到台北方面的郑继闻先生 继闻请教一下 研判未来美国如果说允许台海 台湾接入到更高权限的 卫星侦察网络当中吗 或者说台湾自己也在制造星链吗 类似像后务战争里面 美国支援乌军使用的星链系统 极可能会用于供运台军使用 我认为这个机率是比较高的 至于说近期有关 台湾是不是要发展台版的星链系统 我认为这方面技术的门槛 还有所需的资金过大 恐怕不是台湾目前可以负担 但不可否认台湾过去几年 在卫星相关的科技和使用 那还是有相关的计划 比如说它之前所公布的 第三期太空发展计划 好 谢谢继闻带来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泰国所谓原则上恢复了 和中国购买潜艇的订单 凸显了几个信号 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 根据香港明报所披露的情资 泰国国防部在中国军方 和船舶工业人员 近期访问曼谷后 改变了之前的决定 原则上同意了 继续向中国购买S-26T的潜艇 并在潜艇中配备中国制引擎 美国防务邮报网站 给出了进一步的消息 泰国改变了此前 取消采购中国攻击性潜艇的决定 中国方面和泰国进行了深入磋商 表达了可向泰国提供 潜艇模拟器和必要的配件 在交付以后 这艘S-26T攻击型潜艇 将是泰国60多年以来的 第一艘潜艇 会增强泰国海军的海上能力 泰国军方2016年 敲定从中国以10亿美金 约78亿港币 购买三艘S-26T潜艇 这笔潜艇军购案 将成为泰国海军的最大项目 2017年5月5日 中船重工与泰国皇家海军 就S-26T潜艇的项目 进行正式的签约协议 由五船集团负责建造 然而泰国后期提出要求潜艇 配备得制的MTU-396柴油引擎 但是中船重工集团提议 用中国制的CHD-620引擎取代 但提议未获得泰国海军的接纳 泰国潜艇项目陷入僵局 去年 也就是2023年秋季 泰国内阁改组 支持消减军费的速庭上任 泰国国防部长 S-26T潜艇项目被暂时搁置 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 所掌握的情资分析 泰国此次初步同意 继续向中国购买潜艇有两个内涵 第一 泰国国防部和泰国政府 经评估后 仍然认为中国潜艇在战斗力 静音性能 以及综合水下性能方面 有稳定且不错的表现 中国潜艇的质量和战力 进一步得到国际的认可 第二 表明中国潜艇 制造工业的稳定性 供应链条的持续性 以及工业制造水准的可靠性 中国大陆解放军 近年来快速发展海军 包括对各种水面潜艇的制造 和水下潜艇的设计制造的 目前看中国大陆的军事工业 除了可以满足解放军 自身的军备更新换代的需求外 仍然可以留有余地 供应国际订单 好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 朝鲜半岛 最近已经是剑拔弩战了 朝鲜号称为了对抗美国的核威射 将会在近期继续试射导弹 还有卫星 不过最新情报已经显示了 朝鲜的最新军事卫星发射失败 但很可能会在这几年 继续来发射后续的型号 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 根据韩联社所披露的情资 朝鲜谴责美国近期进行的 亚林戒核实验 导致全球安全形势的动荡 并威胁称将不得不考虑 采取必要的措施 提升整体的核意志能力 朝鲜强调 绝不能忽略美国近期的 亚林戒核实验 将对朝鲜半岛军事安全形势的影响 并指出 美国的战略目标 是透过绝对的核优势 减少战略误判的风险 不过是空话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发布声明 称研究中心在内华达州 一处地下核设施 进行了亚林戒核子实验 亚林戒核实验 为戊须核报的模拟实验 是拜登政府第三次进行此类实验 此外 根据日本共通社所披露的情资 中日韩首脑本月27日 在首尔展开会谈 会谈前朝鲜向日本政府 通报了卫星发射计划 朝方的通报引发了关注 美日韩代表今日通话商定 将要求朝方放弃发射卫星 日本政府在27号凌晨 接到朝鲜告知 将从当天至夏月的4日之间 发射携带人造卫星的火箭 日本海上保安厅宣布 向黄海和费力宾队 送到东部海域发出航行警告 美国空军近期也有动作透露 新一代空中核打击平台 及战略轰炸机 及空射巡航导弹 两个研究计划取得的良好进展 美国空军正在研发的 新一代空中核打击平台 制止B-21隐形空炸机 及其长城防区外的巡航导弹 分别取代现役的B-2隐形 空炸机及AGM-86B型空射巡航导弹 负责采购技术后勤的 美国空军后勤负责部门 回应国会查询时 表示B-21隐形战略空炸机的 飞行测试项目进展良好 以非常有效的方式 借助军方 了解其独特的战术性能 相比已经公开现身飞行的 B-21隐形战略空炸机 搭载核弹毒的长城防区外 巡航导弹显得非常神秘 不论是美国空军 还是负责研制的 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 至今都未有 共开相关的设计构想图 及实物图片 针对这次核巡航导弹的 研发进度 美军警表示 在时间及成本两个方面 都表现很好 有望在运气计划之内 即2029年之前交付并服役 它起初会在现役的 B-52H战略轰炸机中使用 之后也会配备给 B-21隐形战略轰炸机 而在去年 1923年 美国就宣布计划 研发新型核弹 其威力将是1945年 日本广岛原子弹的24倍 美国国防部说 新核弹图的设计 将用于攻击 更坚硬大面积军事目标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告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全球 俄罗斯普京运用 战术核武器的威射 是真实的 香港中东社报道称 白俄罗斯国防部新明报通报说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的命令 军方对非战略核武器 进行突击检查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 赫列宁对媒体说 相关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和苏-25战机 进入了执行任务的状态 他强调 白俄罗斯废战略核武器 是威射和防御性的武器 路透社的报道称 战术核武器是为了战场而设计的 并非是为了消灭 整个敌人城市而设计的战略核弹头 卢卡申科今年4月曾表示 根据他本人和普京去年宣布的一项协议 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部署了 数十枚的战术和武器 作为威射西方的一项措施 根据香港大空报所披露的情资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 俄军进行核武演习 包括俄罗斯海军与驻扎在乌克兰附近的 南部军区导弹部队都将参加 俄国防部长 演习在近期举行 期间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演练非战略核武器的准备与使用 与此同时 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 发表美国核力量最新评估 美国科学家联盟估计 美国总共拥有5044个核弹头 其中3708个近73.5%属于现役使用的状态 分别由战略核潜艇 战略轰炸机 陆基 洲际弹脑弹大载 余下的已经退役并等待拆除 美国正在开展广泛的核武现代化的项目 所有投射平台未来数十年将新旧交替 而根据美国的核报告 俄罗斯也有将近6000枚的核弹头 根据军经观察室所掌握的情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国际主要国家签署的核武进扩条约 普遍称为核不扩散条约 是一项国际条约 目标是为了防止核子武器和技术扩散 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 并进一步实现核裁军的目标 而今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此项条约的约束力正在失去 好 很明显现在可以看到 朝鲜是卫星社的忙 美俄核进惹慌张 本次我们请到了东京方面军事观察员 毛峰先生 首先来请接下来毛峰先生 美国很可能会在韩国部署核力量 那么美国是不是会在日本也合作 部署核力量在日本已介入南海或者台海呢 美国加强轻型战术核武器的研发 今后部署到日本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用日本元首相安倍晋三的话来说 就是日本不能制造核武 但必要是可以让美军的核武驻留日本 这就是所谓的日本不能拥核 但可以有核的军事战略 好 谢谢毛峰的解读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的 这个环台美洋军事演习预计在下个月 也就是6月底在夏威夷群岛 以及周边的海域要登场了 将会有菲律宾还有日本等29个国家参与 这个阵容比去年来的更大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柬埔寨联合演训这个战场上 出现了解放军多款智能无人化的装备 包括了一款首次公开亮相的战斗机械狗 稍后回来一块来分析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东京方面 毛峰先生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在下个月的这个环台军演当中 至少有29个国家参加 包括了日本也要正式参加 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第一是这一次的环台军演 日本海治第三护卫队群的司令 恒田和师少将将首次担任 此次联合军演 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 那么这在环台军演历史上 是史无前例的 凸显出日美在海上军事合作方面的紧密化 那么第二是日本不仅借助环台军演的平台 而且更加强了与美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 英国等 展开针对中国的多边军事演习 好 本周还有一个重点关注的方面 就是近日举行的这个中检联合军演当中 解放军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了两款机械狗 一种擅长侦察 另外一种战斗机械狗呢 能够身背步枪快速前进 并且灵活地调整枪口的方向 有分析上这意味着 中国的这个战场AI智能机器设备 已经完成了实验进行到实际战场的应用当中 未来如果说成百上千这样的无人机械狗 投入到战场当中将会大量地改变 现在战争的形态 节目最后我们一块来看看相关的画面 那以上就是军情关战士的全部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